欢迎回来独裁,令你有钱的地方 如果你不想你辛辛苦苦上班,存储的强积金到头来变成垃圾 或者说投资二三十年都好像没有成长过那样的话 你一定要听阿SEN 今天说的东西 因为阿SEN 会红红时间和大家说一下到底你怎样才可以 令你退休时,可以将那笔资金滚大几倍 我打算是可以分几点来说的 第一,强积金大家一定要好在意一件事 就是要看下到底强积金的手续费高不高 虽然强积金是有个先天的硬商 就是它本身收的手续费是比市面上的ETF高非常之多 如果说一些美股市场指数ETF只收0.05% 强积金大部分都可能是0.6%甚至是更多 但无论怎样也好,第一个要想的东西 就是首先你一定要选一些手续费相对收得比较少的强积金提供者 你可能觉得0.6%和1%没什么分别 但其实当你经历了你工作的时间那45年之后 其实它的影响是可以放大到 令到你最后的钱是少了三四成那么多 所以这个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要看下你本身用的强积金收的手续费是多少 那么越低是越好 然后第二样东西就是你一定要在你年轻的时候 将你所有的强积金都放进一些股票相关的投资里 原因就是如果你什么策略都不做 用预设的方法的话 很多时候它有机会跟你买一些所谓保守基金 稳定基金 核心累积基金 这些其实不是说不好的 但问题就是因为这些所谓低风险稳定回报的基金 它是将大部分的钱 可能说是真的七成甚至乎更多的钱 都放在去投资一些债券、货币基金 或者说一些相对平稳低风险的投资工具 所以这样的话就会令到 其实你整笔强积金经历了40年之后 很可能都只是升到2点多 甚至乎3倍都没有的水平 非常之差 其实继续通胀的话都没什么成长过 这是一件十分之遗憾的一件事 所以你记得如果你要设定你的强积金计划 你一定要将你大部分的钱都要放到整个世界 不同地方的一些股票指数上面 因为这样做的话 除了确保你可以投资完全世界的公司之外 都可以令到你享有一个最高的成长率 因为当我们看回以往这100年 你会发觉黄金、债券、房地产和股票 这几个不同的风险资产中 其实股票长远可以为你带来的投资是最高的 而且当我们看回这些个案数据 你会发现其实做股票投资 只要时间是大于20年的话 基本上你输钱的风险是接近于0 你不用太担心的 所以如果你刚刚开始出来工作 然后你预期自己上班 起码都回到20年以上的话 其实你很应该将你所有的强积金 都放去部署一些股票基金上面 可能你就会问 如果真的要投资这些股票基金的话 那应该选什么地方呢? 很简单的 即是无论你用哪一间强积金供应商都好 其实它一定会有环球、北美、欧洲、亚太这些选择 如果你是希望平稳增值 而且可以令到风险最少回报最高 一个比较理想的做法 就是将你一半的资金放到北美 因为绝大部分这个世界上最好最优质的公司和品牌 其实都是一些美国上市的公司 所以如果你将你一半的资金放到北美的股票基金上面 其实它就可以令你那笔钱 在未来你上班这段时间 得到一个最妥善的处理或最高的回报 然后剩下的五成 你可以选择放到环球股票 或者放到25%是欧洲、25%是亚洲 如果两个月做一个选择的话 都会偏向你选择25%欧洲、25%亚洲 原因是因为环球股票 如果它是按照公司占世界的比重去买入的话 其实环球股票大部分都跟北美的股票基金差不多 因为大部分大家应该都有认知 其实美国最大的公司是占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市值 所以如果你又买北美股票又买环球股票的话 可能有少少你的投资内容都会有重叠 所以为了确保你重叠的幅度最少 我可能会觉得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你将25%欧洲、25%亚洲、一半就北美 就要确保你的资金充分投资到一些不同地方的股票市场上 而且长远可以为你带来一个最高的回报 很大机会就算扣了手续费也好 其实一年它应该拉回云都可以为你带来6-7%的回报 换言之大约十多年就翻倍一次 如果你做四十年的话 你就可以期望那笔资金大约可以翻倍到两三次左右 而这是非常可观的 因为一倍变两倍、两倍变四倍、四倍变八倍的话 其实都已经远远好过你拿去买那些稳定投资基金 然后发觉经历了四十年之后 它只是一元变两元,减了通胀没有成长过 所以这就是有关强积金投资你一定要注意的东西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考虑做多一个策略 那样东西就是你可以在股市相对比较高股的时候 将一部份资金一半转成债圈 然后到它进入同市,但很厉害股票的时候 才再将一半的钱由债券转到环球股票里面 都未尝不可 因为如果你做了这个步骤 其实到最后你得到的回报 是会比什么都不做来得要高 但与此同时,你就要冒多一个风险 就是如果假设你做一个调整的时间很差 可能你做完操作之后 到最后得到的回报 便会比不做还要少 所以假设你对市场有一定的认知 你有能力可以判断到市场属于高或低 你才要做这个操作 如果不是的话,有时反而是得不常失 但你问阿SEN 的话 阿SEN 自己个人一定会选择 像现在这些所谓高股的时间 将一部份资金换成债券 然后再等待大约三四年之后 去到一个相对低点的时候 才再将那些钱由债券变回股票 最后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发觉你工作的时间剩下不太多 那是否应该将你大部份的钱转移到债券 其实就算考虑到你退休 或者考虑到你真的要拿资金出来 其实我也不鼓励你将你100%的钱都放到债券 因为原因就是 就算你60岁退休 可能你仍有三四十年命 如果你不是立即把全部资金拿出来 其实你都会希望 那笔钱的未来成长空间 可以维持是一个相对高和平稳的水平 所以就算你真的去到一个退休年龄 或者将近退休的年纪都好 你都没必要将100%全转债券 可能你将六成或七成转债券 剩下三成继续留在环球股票市场 其实是更加好的 因为一来除了可以平衡债券的风险之外 它都可以令到你在退休之后 有机会还有一些钱可以继续成长 当然如果你不打算继续放 你打算全部拿出来的话 那就影响不大 很可能在你退休之前 大约五至十年左右 将一半的钱或七成的钱 放到债券 就可以在你退休的时候 万无一失 就确保到你那笔资产应该不会缩少 大部分都可以拿回增长完之后 大部分的价值出来了 以上三个东西 就有关强积金部署的一些比较安全 而且可以确保到你资金成长最多的策略 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有用的话 都记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独裁 那我们下次再在独裁跟你讲下钱的问题 拜拜